我們現在來看看這個螢幕錄影程式要怎麼樣來使用 首先如果我們已經安裝完這個APP之後 啟用了這個APP 你會發現在螢幕上會有一個錄影的圖示 那這個圖示呢可以移動它 這樣的話呢如果您在錄影時剛好它的位置有擋到的話 就可以稍微把它移開 接著我們看一下選單的部分 在設置的地方 您可以在這邊直接設定螢幕的解析度 它的位元率以及螢幕的方向 那另外呢您也可以選擇要不要把您的前置的攝影機把它打開 這樣就能夠在錄影的時候加入人像的部分 接著要不要顯示觸控位置 如果這裡有打開的時候呢 就等於我們在手指的部分也會有類似的效果 那倒數計時的部分預設是3秒鐘 此外呢如果您在這個懸浮按鈕的部分 萬一您按到了這個眼睛的部分呢 懸浮按鈕會不見 那如果有需要找到的話呢 只要再把懸浮按鈕按一下 我們的這個浮動圖示就會再跑出來了 這個大概就是錄影軟體的基本使用方式 大家可以參考看看哦 然後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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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